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个家家的海洋 我去到那个东方馆的时候 那是什么东方馆 因为很想要去的地方 我们去见面见到你 那个东方公司的东方 那一本一本站下来 摆在窃盖上 只要一公里就有法国 不然董人 比较真正值得 他们是看什么什么 有着什么什么 所以你看那个东方馆 你太能够看到的形象 的picture 相当有的 有的链铛 所以如果这些链铛 有的链铛一台铛 对东西的发展的发展的 发展的经理 你的了解更清楚 不是我们这些链铛 有的链铛 但是处理说 他这些链铛 都一定会哭 所以他在他的心中 比我们 比他铛铛铛铛 有的铛铛 会让铛铛铛 最终的学术成就 在于17世纪 荷兰文献的转意 是世界得以进行 台湾早期移民史的研究 更以台湾人的角度 将台湾研究 拓展到新的领域 热情 执着 累积重要学术文化贡献 是台南文化人的典范 经过民选委员会一致推举 停定为第三届台南文化奖得奖人 第三次台南文化众骨行伴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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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 第一条台湾人主席角度 研究台湾日术 红米宝回来台湾术重要欠缺 也开展台湾术研究的新改团 真的 对台湾在湖南那段时间的日术 真的 给它補 尤其这段日术是堂佩 这是理论 第一项是理论的 第二 是可以依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历史 最近大家可能就注意到米特有提起 你认为总统也有公开说过 说台湾的历史很可笑 不是用中国的角度来看 就是用日本的角度来看 都有用台湾人 在这台湾本土的角度来看历史 可能 你认为总统说这位有的时候 应该很多人很大 但是应该也很多人不了解 等到四十个历史就开始这样做 第三项就是说 他那种精神 不因为困难自奉去 他会继续 用他的精神来继续 所以我相信 除了他的研究 可以担任台湾 他会认识国际上的历史学者 会进一步研究 这个历史以外 我相信 他的精神一定能应用的一代 他在认真的撒瓜 他会认识 不然没有你的研究进行 台湾立宿普渡官长 李李正 说明他在中的原因 如果说他是一个撒瓜的话 那无疑的他是一个 非常认真的 真知不倦的撒瓜 我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孔夫子说过 说君子成人真美 我宁可认为 江老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他会大家从书堆里面 找到许多珍贵的史料 17世纪的台湾史料 提供许许多多的学界的人 做研究 提供了许多厚劲 成为我们在这一段历史 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样的奉献 这样子的投入 使我们觉得 他获得这个奖 是理所当然的 40年 毕业荷兰研究台湾史 第三次文化传这种诸 江修星避暑标识 目前 他研究了 1636年 他希望有人可以跟他一样 这种情况 作为研究台湾史 东岸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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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做的 是很少的部份 要有多的情节 也有很多的 我今天感觉 我要用这个机会 鼓励我们这些 厚劲之秀 我们要继续去 那里面还有很多人 发布的 保险 因为我们现在做到 现在做到1636年 实际上是1640年代 台湾现在 台湾这样有更大的变成 50年代 就已经有电信公 530年 那 以后就 去用电信公 510年 台湾 对电信公益 资料 又一倍 就这样 比较 所以 这段时间 我们时代 如果有充分 去把 政府发布出来 对台湾的医情 的了解 帮助成果